大家好,我是萌萌,欢迎回来我频道 我这期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一直讲的羽绒服的一个搭配的想法吧 不能算是羽绒服和金 因为我其实自己只有两件羽绒服 因为我是买回来准备回国的时候过春节穿的 那其实在巴黎的话 羽绒服真的穿的状况会比较少 所以我还是根据自己的生活需求来购买的这个单品 而且我这次两件羽绒服单品选的还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 第一件就是这个Mango的一件格子的羽绒服 它比较特别一点 第一它是一件棉服不是一个羽绒服 但是它的款式是一个羽绒服的样子 就是有一些压线什么的 我在这里就是觉得它好看 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穿搭的示范 这两年格子都是特别流行的一个元素 它外面的这个布料我很喜欢 应该是羊毛混纺的材质 所以就是摸起来是类似于大衣的那种手感 其他这件就是这个加拿大鹅的羽绒服 非常多小伙伴肯定都有的一个单品 因为它就是保暖性啊什么的 都是非常好的 自己也觉得如果回国过冬的话 我可能穿这个会更加保暖一些 如果你们是在加拿大 我知道特别冷嘛 还有在东北的小宝宝服 那你们还是要穿长款的 那穿长款的话 如果我能选的话 我会选超长过膝盖 或者说起码它要到膝盖 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介于屁股和大腿之间的这个长度的话 才特别尴尬就不好搭配 那我这一次买的就还是两个短款的 但是两个不一样的风格 首先我还是先跟大家分享Mongo的这件 这两件都是有帽子 但是我都把帽子拆下来穿了 第一个搭配就是跟我身上现在这个毛衣放在一起 因为冬天呢 深色系比较多嘛 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沉闷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些有彩色点 这些单品跟这个格子的羽绒服相搭配 首先搭配的这个毛衣 我自己比较喜欢一点 是它这个V型的设计 看起来像是假两件 是一个蓝色红领的毛衣 里面内搭了一个高领的 白色的内搭 比较丰满的妹子 你们穿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一件外面这个毛衣 在家里面一个内搭的话 可能会看起来更厚 选择这种在胸口啊 领子这边做文章的一些单品 就是一个比较好替代叠穿的方式 下面我搭配的算是一个土黄 或者说中黄色的一个裤子 这个裤子最近也是我非常爱穿的一条嘛 就出现过很多次了 它跟羽绒服的颜色搭配 都是属于这种黄色系啊 棕色系的 所以我觉得放在一起就比较好看 而且它比羽绒服本身的颜色 还要再亮一些 就可以整体提升这套颜色的 这个亮眼程度 那鞋子也是我选了一个 跟上衣有一个颜色呼应的 红色的一个鞋子 所以我觉得整条看上去 虽然说颜色比较多 但是也是比较协调的一个感觉吧 像这条黄色的裤子 下半身比较宽的 离形身材的女生 或者说胯比较宽的女生 你们穿这个裤子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穿出来的效果跟我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个颜色 有点太过于艳丽的话 我觉得可以换成 像我现在身上这个牛仔裤 毛衣呢 可以扎进去 也可以不扎进去 因为它下面是收口的 也是比较高腰的一个毛衣 换成这种直筒的牛仔裤呢 第一是对身材比较友好 第二是对于颜色 可能觉得不喜欢太过于 扎眼的妹子们来说 是比较好的一个替换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今年格子款的绒服 还真的挺值得入的 因为我在买这一件之前 有看到蒙克雷一件跟这个有点像的 它也是橘棕色系格子的绒服 我觉得蒙克雷肯定就更保暖一些 但我的号就一直断码 如果你们想投资一件 时尚感强一点 然后它保暖性又强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稍微好一点品牌的绒服 那像Mango的这个 就是比如说我们预算不够的话 然后又想就是 整套搭配会比较好看的话 可以选择的一个单品 总之是一个题外话 就是关于这个格子款的选择问题 跟这个格子第二个搭配 我觉得比较酷感一点的一个搭配 第二套搭配就是一个白色羊毛衫搭配 浅色牛仔裤和西部靴 那我觉得这个搭配比较酷的点 就在于这双西部靴 那其他像浅色牛仔裤啊 还有羊绒衫 就是颜色上比较鞋调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整套我不是穿这个西部靴 是穿一个白色的运动鞋啊 这个酷酷的感觉就消失掉了 鞋子啊作为配饰也蛮重要的 就是撑起整个穿搭的 这一套我又觉得相对于 刚刚那一套来说呢 对于日常就更加友好 就除了白色的靴子这个单品之外 其他我觉得都是大家日常 肯定都会有或者都会买到的 那个基本款的单品 简单又暖 搭配上也比较不那么费脑子 比较鞋调吧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搭配 接下来要跟这个羊服搭配在一起 就是整套铜色系的一个逻辑 我给大家换一下 橘色的毛衣和橘色的裤子 跟这一件搭配在一起 然后上下半身的颜色 几乎是一样的 这种搭配就是我之前有提到的 那种成套搭配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就里面的单品颜色都是走一个色系的路线 看起来相较于那种上下半身颜色 不一样的来说的话 更有搭配感吧 就是搭配上更有仪式感 像我觉得这一套的话 里面还可以跟更深一点棕色的毛衣放在一起 就比如说这件格子上面的这种 深棕色一点的颜色 那这个鞋子 所以我就搭配的也是一个比较重一点感觉 登山靴一样的这个靴子 我自己觉得跟这种羊绒服搭配在一起 就是非常的成套 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一种先北欧的感觉 有一种都是一个品牌里买出来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关于加大鹅 基本上如果你们在很冷的地方 可能都会要遇到的一个类型的羊绒服的穿搭 相较于格子的那个来说的话 它更难一些 就穿上以后很难会有一个出彩的感觉 我自己选择的这款 它的下摆是不收的 你们可以看 它就是一个短款的派克大衣的样子 短款的来说的话 你们选择那种收口的 收口的下面都有螺纹嘛 我男朋友就有一件男式的加大鹅的那个收口的 因为我男朋友是比较胖胖的那一种 那他穿上那个收口的鹅的羽绒服就真的是一个球 本来就有一点点肚子 然后下面再收的话就是一个球的样子 像这种不收的 对于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人来说的话 它没有那么显胖 其实羽绒服是不可避免的 它会显得身体的体积比较大嘛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避免一些 让自己显得更圆的一些款式 然后我自己这件是女士的M号 我个人觉得它的袖子的设计 没有刚刚那一件格子的好 因为刚刚那一件它就是宽大版的嘛 就是袖子给了我很大的空间里面 可以穿像这种肥一点的毛衣都没有什么问题 鹅的女版的设计 普遍袖子这里是比较窄的 就是如果你们想叠穿的话 它这个款式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困难 或者说你们想穿这种款式的毛衣啊 然后获得毛衣再厚一点的话 这个也都不是非常友好 所以我在选号的时候 我就选了一件M的 我没有选我自己平常会穿的S 穿搭方面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女性化的穿搭 然后给大家换一下 首先是跟我现在身上这种一个真织的内大 然后很长很长的一个断面质感的一个裙子吧 这个裙子是我春天的时候入的 夏天也有在穿 其实冬天的话它的颜色也非常OK 只不过可能我不知道现在还买不买到 我只是在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选择一个女性化一点的 就是柔美一点的裙子在这里穿 就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它一定要够长 像我穿的这个的长度 就是基本上是可以跟短靴无缝连接的一个长度 在冬天的时候保暖 大家懂的 就是如果它能挡起来 里面就是穿多厚的秋裤啊 都是可以的 因为像鹅的这个外套 它整体设计都是偏 没有什么女性特质的一些设计吧 所以在其他搭配上我就选择了一件 就比如说这个裙子特别柔美的一个单品来中和 内搭和鞋子的颜色选得上 其实我是顺着这条裙子的颜色来选择的 因为这个裙子上面的这一部分看起来颜色比较浅 然后下面那一部分颜色比较深 所以我上面选的是一个白色的针织 下面搭配一个黑色亮皮的靴子 如果你们有一些其他颜色的裙子 可以选择配合这个裙子颜色的内搭和靴子来穿 还有就是裙子的长度选择的问题 我为什么选一个这么长的裙子 其实就是为了延伸整个线条感 外加这个外套的这个黑色 它这样其实相当于把你身体的两边这一块可以切割掉 显得你里面这个比较浅一点的颜色是非常窄的 那大概这种特别长的长裙 所以我的选择的长度就是比我之前说的那种大衣的长度要再长一点 快要到脚踝的长度是合适的 就我说的它可以跟靴子无缝连接 但是也不能太长了 因为如果这个裙长太长到脚背的话 有一种就是脚背压住的感觉 就是它太往下走 这个比较女性化的搭配差不多就是这样 接下来是一个整个都是黑色系 然后我也是用了不同的材质来做一个层次变化的一个穿搭 这种比较浮快一点的衬衫跟那个鹅放在一起的一个感觉 这一套我的所有单品全部是黑色为主 包括鞋和裤子全部是黑色的 整套黑色第一点就是看起来很酷 这种穿搭没有像刚刚那样我要中和这个羽绒服这个重工的感觉 我是要比较酷感比较强一点的这种 跟着它这件衣服本身的感觉来搭配的一个方式吧 为了避免整套看起来人都特别的黑特别的暗 我就选择了这种不夸一点的单品 不同的金葱就有反光材质的这种衬衫 包括我的耳饰也是跟这个衬衫是走的一个风格 这个衬衫是可以跟这个羽绒服单穿在一起的 如果不是那么冷的情况下 然后如果再冷的话 我还可以叠穿一个这样的丝绒外套 因为丝绒外套的这个质感 大家可以看他们两个的黑色是有差异的 那像这个丝绒面料呢就是如果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 会比它更西光 在有光线的情况下会比它更反光 这么穿的就是黑色的感觉 就不是粘在一起的 那它会比较有趣一点吧应该说 我在穿的时候就是喜欢把这个领子这么翻出来 如果把羽绒外套拉上的话 这个西装的领子和衬衫的领子是可以露出来的 里面的搭配哪怕在把外套拉起来之后 还是比较有存在感的 那如果我要是再冷的话 我里面会穿一个半高领的黑色的内搭 或者说保暖内衣之类的 如果是跟大鹅这种女式的羽绒服搭配在一起的话 因为它袖子这里会做的比较窄嘛 像这种西装选择就要选它这种袖子做的也比较窄的 然后没有垫肩的款式 像这个就是没有垫肩的 还有就是如果我觉得你们身材允许的话 买鹅的外套可以去买男式的大概类似款的最小号 我自己去试穿的时候我觉得男士的最主要区别就是在袖子这 男士会做的更宽一点 做更宽一点对于我们里面穿一些比较宽松的毛衣啊 或者说像这种叠穿来说就更友好嘛 但只是男生的最小号可能对于肩膀的宽度也是有一个要求的 太娇小的女生可能是穿不了的 那靴子我也是随着这个比较酷感的一个风格 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西部靴 或者说刚刚我跟裙子搭配的那个黑色的亮皮靴子都是可以的 就看你们自己哪一种类型穿上更适合自己 因为我知道西部靴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有些女生可能撑不起来这个风格 然后接下来这套穿搭我觉得是几乎所有人 所有人都可以穿 特别日常的一个搭配 这一种跟毛衣叠搭的一个穿法 整个搭配就是有一点复古休闲的感觉 就选择一个有色感一点的毛衣 搭配女仔裤 然后一个西部靴 也是白色的西部靴 因为我内搭的针织是选择白色的 所以说这两个可以呼应起来 在这里选择白色的内搭和白色的西部靴 也是因为鹅的颜色都是黑的 那如果你们是买一个别的颜色的容服 你里面的搭配就随之要做一些变化 像如果我这里的外套是鹅这种 就看起来比较没有什么反光 或者说不会给你一个质感加成的面料的外套的话 我里面的内搭都倾向于选一些能颜色从里面跳脱出来的 然后这一套我自己觉得是穿着日常最舒服的一套 像刚那两套会有挑人的问题 那像这一套我觉得就完全没有任何挑人的问题 可能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西部靴 我也说了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觉得hold住这个靴子的话 其实可以换成别的款式的白色的靴子 比如说那种细高跟的也很好看 或者说换成自己喜欢的运动鞋也都是可以的 那包包方面搭配就是可以搭配一些比较有硬体质感的包 哪怕是书包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还挺适合学生的 这一类穿搭我知道大家可能对于裤子和鞋袜的问题会比较多 因为比如说穿就是里面太冷的话要不要穿秋裤啊 或者说这个漏脚踝的问题 特别冷的情况下我是会里面穿秋裤的 不想穿秋裤但是不漏脚踝的话 我自己会倾向于选一个跟毛衣 就比如说这个绿色毛衣是一个颜色的袜子 今天这几个穿搭其实都有一点脱掉这个外面的羽绒服之后 里面的这一套衣服就是是一个完整的搭配 对于在室内室外需要脱穿问题的小伙伴来说就是比较友好 就是我这次所有穿搭的裤子的选择 我都是选择比较松一点的裤子 都留过空间可以穿更保暖的leggin啊或者裤袜这一类 如果是在body的小伙伴想买这个鹅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以等一等 就是等到黑五的时候再买 或者等到打着剂的时候再买 因为毕竟我们这儿现在还没有冷到那个程度 不是非常着急需要穿这个 前两天穿这个出去真的把自己热的 就是不能呼吸 关于搭配呢 我最近就是大概是有这几个搭配的想法 那如果之后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的话 我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穿搭的图片出来 那好了这周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周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